這個時候 我們稍微有輕鬆一點 可以把口罩 適時地拿下來 這個時候投資的一支 千元上下的口紅 不會是要過兩千 對 老師 那有沒有什麼新貨 好 像剛剛很多 現場的大家介紹的這些劇 通常都是一些 比較過氣一點的劇 所以我今天 要來介紹一個就是 在安檔最新最好 被嫌了 就是氣象聽的人們 然後因為這個女主角 她之前有演金秘書 對 然後因為她的妝容 在韓國跟在大陸內地 都是會引起很大的討論 所以她這一次的這部劇 她的妝容又在韓國 又引起一個討論的度 那我今天就帶來了幾個 就是跟她的純色很接近的品牌 推出的新品 然後這個新品是 這個禮拜才剛上市的 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然後她這一次也推出了 跟女主角的這個純色 很接近的這種就是 薑果的莓果色 今年開始就是流行這種 有一點點水潤感的 水光 它就是做成一種斜角的這樣 然後你直接擠出來 滿深的 對 它看起來滿深的 對 好深的 有點微秋天 它其實這個是春裝 那紅酒的那種 對 然後它就是推開之後 它就是會變成 很透明的這種就是 水潤 水潤光的感覺 然後它有很多顏色 可以讓你選 這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然後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一個韓國的品牌 這個是一個開架式的 然後它今年推出了這個純釉 它是亮面的純釉 亮面的 它也是這樣就是 顏色好美 亮亮的 對 然後透透的 然後像這個就是 有一點珊瑚色 老師像這種油油亮亮的 會不會很容易 隔到口罩 這個的話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又延續了那個霧面的 唇釉的好處就是 它用衛生紙把它抿掉之後 它就是像印髒一樣 就印在你的嘴唇上 所以你看我現在塗完對不對 對 然後你大概停個兩分鐘 如果你要戴口罩 你就用衛生紙把它壓掉 它就會變成 霧面 你看它就會 印在你的嘴唇上 很自然的顏色 對 它就是有一點像是 那個染唇的那個效果 然後接下來 這個是一個法國的品牌 就是外雙溪的那個品牌 它最新的這個唇彩 然後它可以兩用 就是它可以 然後它唯一的賣點就是 這個品牌它的 有LOGO 明星 明星成分就是山茶花 對 然後它這個系列 它有推出一系列的保養品 叫做一號山茶花 紅色的 對 然後那個一號山茶花 看茶花有分號碼 它把這個山茶花設定為一號 那總共有幾號 目前只出到一號 目前好像用一號 所以它就是 就是研發的這個保養品 然後它又推出了這個化妝品 讓這個保養成分 可以更延續到彩光 這樣 然後我就幫海軍來幫他畫這個 一號 一號三號 第一號 可以 然後它這個滋潤度很夠 就是你在擦之前 你可以不用擦任何的護唇膏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然後通常我都會比較建議用唇刷 因為像剛姓梅姐有聊到就是說 保存的期限 對 如果說你要比較久的話 你就用唇刷比較不會直接接觸到 你的那個商品 明白 就可以放比較久 對 然後像今年的話 村莊的唇型 不會很工整 就是它比較延續 像韓劇女主角這樣 就是邊緣是有一點點 暈開的 所以你可以用唇刷 也可以用手指 很好看耶 這顏色 好快喔 而且它很 很顯白 漂亮 對 膚色變白 然後像我剛剛有講到就是 它裡面有添加三茶花的這個成分 所以它除了當唇彩 它還可以當腮紅 那你當腮紅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你的手背上面稍微 有一點暈 就是溫熱 讓它的那個顏色比較均勻 然後你就拍在你的 最後 就是我們都定妝了以後是不是 對 因為它這個比較滋潤 所以你上完妝也可以用 好看喔 顏色很自然 好好看喔 然後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浦敏英的彩妝重點就是 它其實它的 要展現出幹練 所以它的眉毛是用比較淺的 這種霧面的咖啡色 所以像如果說你想要追求這種 就是淡淡的眉色的話 你也可以用染眉膏 把你的眉毛稍微的染淺 然後它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眼線 是有一點點微笑的那一種眼神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畫這種 眼型的眼妝的話 你可以在你的眼尾 就可以畫一點點上揚的 這種角度的眼線 然後再配上這個 眉果色的唇彩 就可以跟浦敏英一樣 同款的韓劇女主角的狀態 好可愛喔 好耶 美 謝謝老師 謝謝 除了像今年流行的三茶花唇彩 在嘴唇邊緣做出微韻的效果 讓整體呈現不工整的感覺 看起來時尚又顯白 完全不輸韓劇女主角喔 稍後 嘴唇